下雨了可以偷懒了吧 又降温还是周末 可不可以不干活呢 雨天的小景很美 但只能悄悄欣赏一下 还有很多图没画 再不画甲方又要吹了 点个赞鼓励一下 今天画这个九里香和老牙式 九里香造型挺别致 这个有上有下的构图 很难用语言表达 干脆就只留下面的字条 不需要太多改动 就能做成悬崖 今天的两张图都比较有代表性 如果你看懂了 造型水平一定有提高 就怕委托人舍不得捡呢 从放荡不羁的枝条来看 这颗老牙式 估计已经自由地生长了十来年 80%的老牙式 都是这样的棍子 而且百分百会长根苗 多杠丛林或者文人造型 就很合适 这棵树上半生明显过足 做个顶拉一下 就不会显得太突兀 上面处理好 后半生就显得很空 用根生苗来填充 让构图变得更饱满 想要简单一些 也可以直接留成三杆 或者双杆 更多盆景设计 可以查看何极分类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 如果你有个好装 但又不会造型 这个视频一定可以帮到你 这个金档子大装 估计要上万 如果不会造型 会不会有人说 好白菜被那傻拱了呢 装体变化大 层次丰富 点个赞认真看 设计主要规划整体构图 构图兴奋主次 当然还要考虑前后的空间 前面两个树杆 可以拉开空间 增加立体感 主体选择粗的树杆 有了主就有了福 有了前就有了后 枝杆之间 互不遮挡 又能相互呼应 很多人不是不会设计造型 而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设计思路 适用于所有树装盆景 主次空间和呼应关系 一旦有了思路 其实你也就能有个大概构图了 至于疏密关系很难表达 只能多多感受 加上平面设计 空间疏密难度更大 建议新手从简单的构图开始联系 多看自己喜欢的构图 盆景是个长时间的爱好 学一点基础 慢慢提高审美 对自己的爱好有帮助 觉得本期视频有用 点个赞鼓励一下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